中文字幕志愿者 它是我一生的爱好和兴趣 我用一生的经历去研究 推广汉秀文化 细化非绣 细绣非画 这就是我对汉秀艺术的 最高的一种追求 汉秀的魅力 它在于引领能改变能 是享受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今秋九月 从被新冠肺炎疫情 按下暂停键的武汉 各行各业 都在有条不紊的复工复产 汉秀技能大师黄春平 正手把手地指导学员们 学习汉秀针法 她正在教姐妹们 秀制口罩 这里秀的有点直 一定要把它秀的有点糊涂 它是在飞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 我们平时在疫情期间 都戴的是一次性口罩 然后现在我们将汉秀 将美和实用结合起来 创作这样的一个口罩 里面又具有一些环保的功能 然后这个是双成的 然后这个是针丝绸缎的 可以洗又防晒 然后防止细径的侵入 促进了我们的复工复产 防线高桥村的姐妹们 我们现在开始直播了 我们今天学做盘金绣的香囊 晚上回到画龙验镇 高桥村的贫困家庭妇女 进行线上教学 这个你看这一点 那个扶着的这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防线高桥村的 村民绣出来的香囊 他们通过远程直播教学 马上就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成果 我为什么要就是设计这样的一个福字 而且用盘金绣 因为盘金绣它是汉秀里面 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针法 它上手比较快一点 我为什么要用快一点的呢 为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是吧 能够在短的时间内出成效 然后这个都是他们绣的 他们一天可以绣两个 能够保证最基本的生活 把汉秀技能传授给需要它的人 喜爱它的人 把传统记忆的美 与人们的生活需求相结合 懂得应时顺便的黄春平 又一次适时地改变了自己的画风 占到了时代的风口 传统的汉秀 它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 我们一定要继承 但在继承的同时 我们还要发展 那我们现在就是以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就是日常生活用品 还有一个是大胆的创新 还有技能上的创新 今年7月 它为在武汉举行的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创作的汉秀精品 冰冰系列 为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 做永久收藏 这一组冰冰 被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 做永久收藏 我们湖北武汉的汉秀 能够在世界的舞台得到展示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作为汉秀高级技师 楚天明将 湖北省技能传承大师 她的汉秀工作室 被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授予湖北省技能大师工作室 她还被人涉布 授予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 汉秀它是我一生的爱好和兴趣 我用一身的精力去研究 推广汉秀文化 喝着长江水长大的黄春平 是土生土长的武汉姑娘 从小就爱笑 爱美 爱秀花 因为这个执着的爱好 她放弃高考 来到武汉市二清工业学校 学习美术与刺绣专业 毕业后 又以最优秀的成绩 分配到武汉市秀花厂 成为一名刺绣设计人员 因为武汉市秀花厂 它是以积秀为主 那么我们就是设计积秀图案 因为我从小的是手工刺绣 然后我就一边就是迎合秀花厂的工作 边设计 然后也边自己设计 设计自己的手工的刺绣 这样的一些图案 因为工作表现突出 黄春平还担任过 武汉秀品公司的副总经理 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 公司突然倒闭 一夜之间没了工作 她感觉人生仿佛失去了方向 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 其实心里真的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 就是说这一生 我一直就做这一件事情 就肯定想把它继续做下去 所以一直就抱着这个希望 但是生活很残酷的 你面对现实要花钱的 你要养孩子 哪怕是再苦再难 也不能放下手中的针线 下定决心以后 黄春平在儿子学校附近 租下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小房子 在汉政街 尽可能多地接下一些设计 和手工刺绣的活 日夜飞针走线 只为这一周 能绣出下一周的生活费 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 他不仅积累了两百多幅汉秀作品 还对汉秀创作有了新的感悟 2008年5月 黄春平用这些作品 开了一间汉秀工作室 5月1号开的电码 12天也就512开始了 512大地震发生以后 就是每天电视上面 就有很多地震的 各种很七娘的一些画面 然后这个时候 在看到这些七娘的画面的时候 然后自己就有一些想法 我最看重的这一幅画面呢 就是北川中学的一个学校 就是在一瞬间 北川中学全部都倒塌了 然后有一面棋子不是这样倒的吗 然后艺术它是来源于生活的 我就把那面棋子竖起来 就把它改变了一下 就代表民族的精神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黄春平用了整整一年时间 创作了一幅 名为毅力的国旗的作品 在坍塌的教学楼废墟上 鲜艳的五星红旗毅力飘扬 这幅作品用了800多种线色 总计绣了568万多帧 因利益高远 构思精巧 技艺精湛 一举夺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 第九届山花奖 从此以后 黄春平的汉秀创作 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它融合各家之常 在题材和真法上 都不断开拓创新 大胆融合书法 绘画 篆课等姊妹艺术的表达效果 融会贯通 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 我的创作特点 它就是融合姊妹艺术为一体 式化非秀 式秀非画 达到一个艺术的境界 时尚的理念 使得黄春平的汉秀备受青睐 黄春平走到哪里 就把汉秀技能的种子 拨洒到哪里 黄春平先后被武汉市 二清工业学校 湖北美术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等 职业技术学校 高校 评为客座教授 受邀在武汉市的中小学 开办授课 为汉秀传承之路 开辟了一道新的大门 汉秀的魅力 它在于引领能 改变能 是享受美好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二十年来 黄春平授徒上万人 在众多学员当中 他最关注 跟他最亲密的 是一帮残疾学员 这几年 我们总共教授的学生 就是社会的方方面面 有一部分是大学生 有一部分是下岗旅工 还有一部分是残障人士 我们有两名残疾人 获得湖北省能社厅的 省技术能手 非常不错的 这个里面我用的是打几件 这个看起来确实 和那个不一样 不一样 九月 江城 江汉区社区教育学院 一场针对社区居民的 汉秀直播教学 正在进行中 黄春平开始尝试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汉秀技能教学方式 他想把汉秀技能 带到社区 让更多的人 来了解汉秀 喜爱汉秀 让汉秀技能的种子 拨洒到更远的地方 汉秀技能的 作为 我